虽然我国成功沿着了第四代战机歼20并列装军队 但空军之中还有很多三代机在服役 它们也是我国空军的主要力量 现在我军大量装备的第三代机便是歼10系列 虽然这款战机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有两大缺陷 一是发动机推力不足 二是最大航程偏小俗称腿短 不过这款战机在设计之初的定位是以国土防御为主 所以它大多是执行一些截击任务属于本土作战 航程短也是友情个源 但我国空军并不只能满足于国土防御 要向攻守兼备的方向发展 这样一种情况歼10战机的弊端便显现了出来 我国为了弥补这个弊端 加强了歼10战机空中加油项目的训练 以求增加其最大航程 为了更好的检验歼10的战力 我国空军组织歼10A进行了两次极限飞行测试 第一次卫带副油箱挂载导弹 从东南沿海起飞 经海南岛到我国南海区域 进行两次空中加油 自南沙巡岛上空返航 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往返距离在4500公里左右 第二次依旧是从东南沿海挂弹起飞 并带了三个副油箱 到达海南绕岛飞行了一周 然后飞往南海区域 此次明显加大了测试力度 为了保证飞行员的体力和方便 让其穿了双层成人纸尿裤 而且坐舱挂满了巧克力 意思很明显 饿了吃点巧克力 想小便了直接尿就成 想大便 不好意思憋一下 这次战机至少进行了一次空中加油 不过连续飞行了6个小时 其极限飞行距离也超过了6000公里 这两次测试也证明了 我军坚实战机 也可以进行远程作战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